拆火這件事 是我跟澄澄在國外大吵了一架 所以我回台灣後 就是我決定把他們三個丟進職場 不要做Youtuber了 大家好 我是劍寶 今天這集我們來聊聊拆火這件事 首先呢 幾點事情聲明 第一 三妹不是我請來的演員 我們本來就是朋友 第二 我不是他們的老闆 我比較像他們的大哥 寶哥哥 第三 我很愛他們 所以我必須做這個決定 把他們的人生責任歸還給他們 畢竟想做Youtuber的人是我 不是他們 這也就是我說可能會拆火的原因 2021年6月 品質層層松鼠這三個大學生畢業了 那這三個畢業生 還沒找到自己未來該做什麼 挺徬徨的 但在這兩年期間呢 我發現他們根本沒在想 但我不是 我覺得這個社會上 就是要讓自己變得更高更強 這次去北歐啊 說是說想帶這三個女生去看看世界啊 但其實我內心是渴望這趟旅程 畢竟大家都說看到極光是足以改變你的人生觀的 但當我看到極光的那一刻 我只覺得 哇 好美喔 就沒有然後 結果這趟旅程改變人生觀的不是美景 是我跟陳辰在國外大吵了一架 吵的是我們四個人的關係變了 所以當陳辰哭著對我咆哮的時候 我即憤怒 我憤怒他為何不理解我為了拚起四個人的人生 我做了多少努力 所以我回台灣後 就是我決定把他們三個丟進職場 陳辰對服飾產業有興趣 所以我把陳辰交給Double哥 曾在服飾業一年營業而做超過10億的大老闆 來帶領陳辰 那品質呢 已經確定要繼續待在新媒體產業的人 所以我把品質交給木曜四超晚的百翔哥 要找到比他更頂的前輩 難 所以我也蠻羨慕品質可以跟百翔哥學習的 那最後一位 松鼠呢 因為他還沒有找到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就把松鼠交給影響我最深最深最深的前輩 就是我媽 我小時候不知道自己未來要做什麼的時候呢 我都在我爸媽的工廠 才是波動 早八晚五每天都做同樣一件事情 而是會把自己逼出夢想 逼出自己要幹嘛的地方 讓我能找回2019年那個純粹拍片的我 大家等我們一下 我相信我們四個都會變得越來越好 你看我上幾個月就跟陳辰很好了 嘿嘿嘿 大家等我們一下 我相信我們四個都會變得越來越好 那就謝謝大家這麼喜歡我們